如果再選,我對香港人就很失望 因為他們在地區上... 因為我最近也聯絡了一些地區民主黨的成員 他們說,不是喔,地區上的反應都不差喔 這樣說的喔 他們是相信這件事的 他們自己內部做民調的喔 他們認為沒事的 那些民調,說真的 但我要看香港人如何做 有幾件事的,我們要不斷提醒這些人才行 還有我們將來的選舉策略也要有針對性才行 不然的話,不是沒用的喔 你又當他盟友嗎?死定了 所以一定要叫劉千石出來 而且劉千石會贏的 我都一定要叫劉千石出來 不過你有這種看法 你一定要跟你身邊的人分享 你要先產生影響力 大家告訴大家 不要讓他蒙運過關 這是很重要的 他現在只是利用時間 時間換取空間 再過一兩年,你們都不記得了 第二套論述就繼續是民主派 他當然又犯了 但我們還未被消滅 我們還未被呱老襯 他們自己當時說反對工人團體 反對工人組別 結果就把這樣的超級組別出來 這些不是工人組別是什麼 我很想清楚問一下 嘩,他們解釋很恐怖 320萬人投票 他們解釋就是 我現在將功能組別的選民基礎擴大 將它增加民主成分 嘩,他的演繹真的很恐怖 你們說得很清楚 但有時最嚴重的就是 這些主流的傳播媒界 是斷章取義的 現在是這樣 是他們抽了部分出來 將你們抹黑 我發覺跟共產黨沒有什麼分別 凡有什麼不對 就將你們抹黑 將你們打壓 將你們扣帽子 accept你有沒有意義 我對著我媽媽的家 去說 就讓政府說事 政府說了事最好 聽政府的話 不要這麼多爭辯 然後我問他問題 我問他 剛才我妹妹打禽流感疫苗 我妹妹打瘋 然後她說 當然不打 這麼危險 我不是說要政府 你不是說要政府說了事 那你怎麼不聽她的話 你捉我自失 然後我發覺已經沒話說了 這是誇獎分泰來的 不要緊 起碼你都很清醒 繼續 大家繼續 她跟我說 我說釘招 釘招是為什麼 如果不是 那些人為什麼會有 一千元的生果金 我說不是呀 熬到七十歲 還健在 連你的生果金 我要拿生果金 我還要做入息調查 喂 你用五百多六百億 就起這條這樣的高鐵 都不知道多少香港人會用 嘩 真的很豪爽地 全部都花出去 遲些我們下一代還要揹 還要揹債的 好 不用這麼興奮 你繼續影響你身邊的人 大家一起努力 好 我們聽到一個電話 熊先生 喂 你好 說吧 阿毓文 我記得我在民主黨反對五區公投的時候 我是打上電台那裡 我就說我很尊重華叔 我認為他反對五區公投 只不過是因為那個判斷 那個線路的不同 但是原來呢 到現在 今天看回 我才發現 喂 原來他們不是 線路判斷的不同 不是策略的不同 不是因為怕喪失那個 那個否決權才反對五區公投 原來他們是秘密去溝共 真的 那句話叫做堅定可信民主黨 秘密溝共就去開訪 哈哈哈哈 先寫下他 秘密溝共去開訪 喂 大哥 你現在呢 何俊仁他們還口顏無恥 走出來說 我們和公社兩黨 其實大家是沒有分歧的 大家只不過是那個路線和策略的不同 所以大家呢 就不要 不要分歸 你要繼續合作 喂大哥 怎麼合作的 我們就去抗爭 你們呢 就去 開訪 還要拿一些垃圾回來 但是那些垃圾呢 對我們來說 市民來說呢 譬如功能組別 譬如功能組別 是完全沒有 控制所有議題這個現實 是完全沒有改變的 那他居然說那些建制派那些說話 就是民主成分 喂 民主成分這些說話是愚弄市民的 什麼叫做民主成分 有就有 沒有就沒有 可以反映到民意 就可以反映到民意 就不要說什麼民主成分 那你現在居然說什麼民主成分 這些說話呢 是不是真的 即是他比民建聯更差 真的比民建聯更差 那些邏輯呢 什麼兩變成為質變 嘩 你聽完呢 那種是非不分 黑白顛倒的思維模式 真是表露無遺 他們現在說話 那套說話 真的完全是跟民建聯沒有分別 即是比民建聯更差 真的比民建聯更差 即是這麼說 他說 他說我們繼續跟他合作 即是 為何他七一遊行呢 要站出來 就去遊行呢 為何他死都要遊行呢 就是 因為他想撈選票 他想讓選民覺得他還是民主派 他可以不去的 為何他選擇一定要去呢 就是 老實說 劉慧卿說 七一遊行你們 我們不能來 大佬你不要這麼厚顏無恥 民建聯都可以這樣的 民建聯都可以來行的 喂 功能組別都可以來行的 咬他們早點行 他們都可以說 我是支持民主的 喂 中聯辦 中聯辦都可以來行的 他說我們都是支持民主的 不過是線路不同 我們都是支持民主的 只不過是我們的策略不同 我們是循序漸進 喂 其實我覺得 現在再聽他們的說話 再看民建聯說的話 我覺得民建聯真的不是最無恥的 大佬 他們民建聯都說我們是支持民主的 不過 我們的方法跟你們不同 喂 他們現在做到這樣 其實我有一個說話很想說 以前我們在喊 踢走功能組別 剷走功能組別 我覺得現在說這句話 已經是沒有用的了 我現在最想喊的口號是 踢走民主黨 剷走民主黨 為什麼要這樣說呢 如果我們不踢走他們 不剷走他們的話 他們的策略是 是保住功能組別 繼續增加下去的 還有 如果 如果這個民主黨 現在最大的問題是什麼呢 就是說 我們原本 在那個立法會裡面 民主派 他們是沒有三分二的大多數 但是現在我們更慘 現在沒有了 連少數的否決權都沒有了 是永遠沒有的 這個否決權 就是以後如果有什麼重大議題 譬如23條 那樣 政府只要搞定民主黨就可以了 就是 所有以後 23條都不用搞定民主黨了 一個半數搞定 按照現在 整個結構已經可以了 是的 我的意思是 以後所有 我們可以 運用那個少數的否決權 都沒有了 大家市民要認清楚 是沒有了這個少數的否決權的了 我們在議會裡面 除了可以出聲喊幾句之外 沒有什麼都做不到的了 所以我希望各位選民 大家認清楚 如果你們 真心支持民主 而不是 好像民主黨 他們 口罩 我們都是民主的 不過線路不同 這些說話 我越聽越憤怒 如果我們 不用選票去趕走他們 我們的民主是沒有運行 好 多謝你們 多謝你們 好了 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星期一再見 拜拜